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系统啦 然后云端啦 包括维护在内 对对对对 叫做Caseya 那遭到了骇客攻击 跟上一次呢 就是有一个全球最大肉品公司 JBS公司呢 他所遭遇到的骇客组织 是一模一样的公司 今年以来我们知道的是 美国的这一个东岸的这一个 这个输油管的这家公司 油管公司 Colonia他遭到了攻击 他也付款了 当然虽然FBI追回了一部分的款项 但是呢他终究是付款了 然后用比特币付 然后呢上一次是JBS 到这一次的是Caseya 上次要一千一百万美金 然后这一次要的是七千万美金 要的更多 我对这件事情 我唯一的好奇是 第一为什么他挑定的是美国 因为尤其上一次的JBS肉品公司 其实他的总公司在巴西 但是他选定的是JBS USA 所以在美国的JBS 而并不是巴西的总公司 所以那美国理论上来讲 他的各式抵抗能力应该是 就资安的抵抗能力是比较强 结果他反而去挑美国 这个是我第一个好奇 第二个是他挑的都是美国政府 被迫要出面的处理的 对因为你油管 你弄到整个东岸加油都有问题 而且是冬天的时候去影响到油管的 这个问题 然后呢肉品 这一次这个Caseya这家公司呢 Caseya这家公司呢 他是全世界有三万七千多家公司 是用他的IT服务耶 所以他影响的是几十个国家的企业 所以瑞典有一家超市被迫关门 你也想那个影响有多 当然美国政府被迫要出来处理这些公司 过去骇客组织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挑选的标的是 我越不引起政府注意越好 可是这一次他看起来挑的就是 当然我相信平常骇客都还在攻击 各式各样的公司 但是通常不会去碰这一种 我要被迫去面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公司 但是连续三家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我也没有任何解释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所以我们会开始关注 对啊 因为我有朋友公司也像被勒索 但是因为我朋友是个真真结烈烈女死都不从 他是男女的啊 男男男的 但是后来后来就把公司呢 那电脑就不要了 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受到影响 对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大家会怀疑说 你为什么攻击的为什么都美国公司 对啊 背后有没有政治动机 可是我说在 如果说我我我真的有政治动机 我会笨到只攻击美国吗 他当然不会 但是理论上不应该攻击 就我们可以再观察 对啊 对啊 我认为他反映的就是美国的基础设施 本来就比我们想象中烂 那也是 就就就像是当你看到麦阿密的那种大楼倒下来 这么多天的时间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再救 他就是认定就第一时间那些人都死了 所以呢就是用拖的方式拖到后来反正就是草草掩埋 这点我完全同意 其实其实美国的基础设施 比我们想象中的脆弱太多了 你想在台湾任何一栋大楼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你看到台湾会几天几夜啊 每天每夜的去抢救 不管活的死的一定想办法 因为电视台会24小时转过